汤沈、勇士骑士连续四年相遇不是我们的错,其他球队需靠自己练强NBA总决赛即将打响,对阵双方依然是熟悉的勇士和骑士,球迷们多少也会觉得有些审美疲劳,仿佛其他球队付出再多努力,都注定要成为他们的背景。 汤普森接受采访而关于球迷和媒体的质疑和抱怨,勇士球星克莱,汤普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勇士和骑士连续四年,在总决赛相遇并不是我们的错,其他球队需要靠自己变强。 当然这段采访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,毕竟勇士之所以能够如此强大,和2016年杜兰特的自由身家盟有着很大关系,于是上赛季他们相当轻松的拿到总冠军,本赛季也很有可能完成未免。 勇士四巨头不过话说回来,勇士四巨头的其他三位库里,汤普森和格林都是他们通过选秀得到的球员,勇士在选秀和自由市场上的运作也值得其他球队学习和球迷肯定,他们的确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。 至于骑士,只能让人感叹勒布朗,詹姆斯的恐怖,自他进入联盟以来,活塞、魔术、奇才、凯尔特人、公牛、老鹰、步行者和猛龙都曾是他的劲敌,可只有一点是不变的。 詹姆斯所在球队每一年都会是夺冠热门,他已经连续八年带领自己的球队打进总决赛了。 詹姆斯这个赛季即将34岁的他,看上去,还打出了生涯最佳表现。 詹姆斯的可怕之处,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历史、级别的身体素质,他的自律和努力同样不容忽视,正因如此他才能成为联盟最出色的篮球运动员。 所以虽然汤神这番话可能会让一些球迷产生不适,但事实的确是这样,希望下赛季其他球队能够给骑士和勇士制造更多麻烦,比起两家独大,球迷们显然也更希望NBA能够早日重回群雄争霸的时代。 感谢观看